一身黑裙的性感美女 走进了老板的办公室 她此次前来的目的 是为了推销巨额保险 但是有钱人的钱 尤其会是那么好赚的 很快 凄凉的惨叫声 响着整栋大楼 然而就是这一次 男人不仅因此死亡 就连骨髓都被吸食干净 近日以来 城市之中 男富豪被杀案件层出不穷 警察强歌郁闷异常 百无聊赖 来到酒吧寻找线索 他是这间酒吧的老客户 酒吧立即走上前来迎接 闲聊中 他告诉强哥 今天来了两位美艳的姑娘 不管是身材还是脸蛋 都非常正点 但就是二人脾气也不小 强哥转过头 看向目标处 随即自信一笑 只见酒吧中央 坐着两位性感的美女 成熟妩媚的是阿珍 青春活泼的是小美 他们坐了很久 都没人敢来搭讪 无奈的鄙视着这些男人 随即准备离开 而强哥这边开始行动 短期酒杯 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不过他的搭讪方式可真老套 小美毫不留情的将其拆穿 而阿珍嫌弃的将脸转到一边 强哥一看 这次是碰到了气场强大的对手 而自己并没有把握 立刻想要离开 两个女人不愧是空降人员 循环作乐一把好手 强哥顿时明白两个女士的意思 现在轮到他二选一了 阿珍成熟更有韵味 显然更符合强哥的意义 这时强哥的电话突然响起 同事告诉强哥 搬弦道发生命案 警察的使命让他迅速 推开面前的女人 很快来到了案发现场 只见这里安保人员齐全 跑车围满别墅 可以看出死者是非常有钱 同事说出自己检查结果 应该是自己不小心 摔断筋骨导致死亡 死亡事件应该是一周之前 因为尸体已经明显的发胀 惊艳老道的强哥听把揉说话 而是环顾四周 拿出一根签字笔 从用户内挑起一只用过的安全用品 交代小弟办事要多动脑子 又再三叮嘱对方 面对记者只能说死者死于意外 千万不要和前线日子的 极其谋杀案扯上关系 而另一边的阿珍 晨联结束之后也回到家里 等他处理完公司的电话 随后从冰箱里 拿出一盒神秘药水 娴熟的注射在耳后皮肤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他脸上的皮肤 变得更加紧致娇嫩 本就白皙的身体 此刻更是散发着狗人的韵味 而这边的强哥 把尸体运到停尸间 经过法医的检测 死者的神经被破坏 筋骨被扭断 奇怪的是 他的肝脏发黑 血液也变了颜色 似乎是中了某种剧毒 强哥听闻 怀疑这些案子 与前级其谋杀案 应该都出自一人之手 因为通过这些案件的研究 他发现这案件的共同点 就是每个死者在死前 都发生了性行为 但一个女人 没有这么大的力气 能够拧断人的禁锢 除非是中毒或者触电 其次 这些死掉的男人 都在BVC公司 勾买了大额保险 但最后被害人保险的受益人 全部都是台湾账户 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富豪死者生前身边 肯定都有女人的存在 强哥在警局 看着办案材料 顿时一筹莫展 而此时的BVC总部 正在进行任命 阿珍的业绩十分优秀 总裁宣布 任命阿珍为香港区总经理 而前总经理立即填口上前 假借同事一起去喝酒庆祝为由 想要缓解两人的关系 不料阿珍并不吃这一套 有句话 叫宁得罪君子 不得罪小人 男人吃别之后 将目光放在一旁的小美身上 夸赞对方这么好的人才和身段 更重要的是如此年轻 何必待在阿珍身边 当绿叶呢 小美有些心动了 她健壮一巴拦过小美 从怀里逃出一份名单 告诉小美 这是阿珍的大客户信息 凭她这句更年轻的脸道和身材 很容易代替阿珍 走上总经理的位置 小美没说什么 但还是将名单给收下来了 深夜 她依靠名单 成功获取大客户的信息 随即满足一笑 暗自酝酿一个计划 而此时的警局 又接到一起谋杀案 死者是继承了 大鹅遗产的富二代 生前患有自闭症 没有朋友也没有仇家 只是近期购买了 大鹅的BVC保险 并且还加了保额 但受益人 却不是大老婆 也不是情妇 而是一个来自台湾的账户 结合之前的案件 众多线索都指向了一个地方 BVC保险公司 强哥现在已经确定 这一家公司肯定有问题 或许就是颇具的关键 他立即要求手下 对这家公司展开调查 当晚 手下阿明一身西装革履 加扮成棺材店的老板 打电话给BVC公司购买保险 很快 一个红衣黑裙 打扮性感的女人上了门 阿明直接询问保险赔偿方式 女人告诉他 公司的保险赔偿很复杂 想要到楼上慢慢的跟他谈 到了楼上 阿明直接被女人扔在床上 原来这BVC 就是一直在用美人计来谈合同 怪不得那些老板 根本不在乎受益人是谁 就猴急的欠下了巨额保单 第二天 阿明利用自己警察的身份 从女孩口中得知 这种推销手段 都是公司的经理培训出来的 当强哥来到BVC展开调查时 见到公司主管 有点出乎意料 只是因为对方 竟是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阿珍 凭着公事公办的原则 强哥便把女人 带回了警局 阿珍身形妩媚 坐在椅子上 白画画的大腿 引人无限狭想 而强哥因为之前和女人的关系 在审问的时候 明显底气不足 脑子完全无法发挥价值 话题全被女人引领 而阿珍不仅完美回答警察的提问 还借此嘲讽警局 办案效率太低 接连几起命案都抓不住凶手 但警察并不死心 继续询问上周 事发当晚他和谁在一起 阿珍邪魅一笑 用嚼碎眼头 自信的走到强哥面前 向警察表示两种可能 一 自己一定是清白的 二 事发当晚 是和一位男警察在一起 此话不言而喻 却令强哥当场牙口 阿珍看到男人吃饼 随即轻蔑一笑 抬起他那羞长白嫩的大腿 在中人的目光中 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早 强哥蹲在阿珍 沉练的必经之路 装作偶遇的样子 并委婉表达自己 想要与他再续前缘 但阿珍对于昨晚警局的事 怀恨在心 直接表示两人 只是玩玩而已 让钱哥不要假公济私 打着办案的幌子来追自己 他不吃这一套 而另一边 性感美女小美开始行动 只见他一身黑裙 缓缓来到阿珍 所以搭到客户公司 直接表示公司 最近推出一款新的产品 不仅省钱 还能更加保障客人的权利 和老板打过招呼之后 随即新照步 宣的在楼下静静等待 终于等到公司的人全部下班 他立马起身上楼 只见白天道貌岸然的男人 此刻全然换了一副嘴脸 表示不管是保险还是女人 都要尝试新的事物 随即让小美跟着自己去换衣服 很快惨叫声贯穿整栋大楼 连保洁阿姨都说 刚打扫好的房间 又被弄得乱七八糟 真是垃圾 就这样 小美成功撬走阿珍的客户 初次尝到甜头之后 她更加的肆无忌惮 而前任精力更加过分 直接当着小美的面 将王老板转保单的事情告诉了阿珍 不过女人难看她脸色得意而去 阿珍心有不甘 她知道王老板的特殊癖好 只能语言嘲讽小美 为了保单肯牺牲自己的精神 值得大家学习 当晚她就去找了王老板 等了很久 才得到见面的机会 但男人并不想把保单改回去 更是直言说 阿珍已经不再年轻 应该给年轻姑娘让路了 随即叮嘱对方 有事可以去找秘书 不要再来找自己 很明显 这一份保单无望了 阿珍愤怒的回到家里 紧锁房门 不断照着镜子 她不愿承认自己不再年轻 为了保住自己辛苦打拼来的地位 她疯狂了 不停的往自己身上注射 国外进口的12毒血清 一针下去 阿珍皮肤更加娇嫩 散发白里透红的光泽 看着镜中的自己 她再度恢复往日的自信 满意的转身出门 殊不知 命运所有的馈赠 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 她正走在街上 周围竟然出现一群抓舌的年轻人 他们不慎将流火粉撒在空中 意外飘落到阿珍头发上 阿珍顿时浑身扫痒 头晕目眩 静止从楼梯上滚落下来 恰好强哥一路尾随 直接将人救下 并贴心的将他送回家里 强哥很想亲自送对方上去 但阿珍觉得气氛还没到位 找了借口说时间还早 想去喝一杯 随后两人来到酒吧 屋子内的气氛震耳欲聋 阿珍扭头发现 小美正和王老板跳舞 端时气上心头 尽量灌下几杯烈酒 而小美也发现 此时形单影子的阿珍 说了一顿假情形的问候 让阿珍十分生气 拿起包就要离开 却意外撞上了一个年轻人 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 还是体内蛇毒血清再次发酵 阿珍的身体突然开始发痒 痛苦的蹲在地上 幸好此时强哥归来 抱起阿珍就回到家里 不料阿珍刚进家门 急速的甩开强哥 孤身一人往楼上跑去 刚走进卧室 就迫不及待的 拿出四针给自己注射 等到自己身心平稳 随即拨打了一个神秘电话 直接说自己是蛇血清 计划人员 代号09 输入密码之后 成功接通了院长 他告诉对方 自己近日闻到硫磺的味道 立刻全身发冷 感觉自己好像一条蛇 并且现在自己 要打四针才管用 间隔时间越来越短 还想继续询问时 无外的强哥 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 直接打开了房门 阿珍不想将自己的秘密 公布于众 只好挂断电话 也谎称自己得了 甚帅姐门混过关 也以此 博得了强哥的同情 当晚 阿珍的不良反应越来越重 就像一条蛇一样 在床上扭来扭去 第二天 回到警局的强哥 也拿到了法医的 检测血氧结果 几位死者的体内 都检测出了蛇的DNA 于是强哥 立刻要求阿明 去调查BBC 所有员工的血液档案 连男人的 也不要放过 而此时在BBC的办公楼内 阿珍故意当着小美的面 让下属去照顾一个大客户 并表明自己 下周要放假 这个客户很重要 千万不要弄丢 小美立刻记上心来 让下属去送资料 自己则悄悄记下 客户的联系方式 随即为自己的聪明 洋洋得意 殊不知 自己已经落入了 阿珍十二下的圈套 警察的咽血调查 开始实施 一开始 BBC的员工具不配合 但在强哥小弟的威胁之下 全公司 除了阿珍和小美都同意抽血 强哥正一筹莫展时 阿珍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竟然主动约强哥去看电影 两人来到电影院 阿珍一不小心 将对方的可乐打扮 围表歉意 直接将自己的可乐 让给了强哥 强哥毫无借被直接引下 但离奇的是 强哥却很快困意来袭 另一边 强哥的小弟阿明 正与上次认识的 BBC女员工约会 刚走上酒店 他就看到前来开放的小美 这边电影很快结束 阿珍将强哥喊起来 邀请对方来家中 主动去厨房 做起夜宵 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下去 不料刚咀嚼两下 却发现苹果被咬位置变得乌黑 这时强哥走了进来 他立马将苹果藏在身后 强哥耐心解释 公司厌血只是例行公事 希望对方可以配合 听到强哥的话 阿珍直接把沙拉摔到地上 顺势捡起碎片 想要以死相逼 这以退为进的套路 让警察强哥直接上当 立马抱紧阿珍 而这道苦肉计 成功避开了厌血的难题 这时新的命案 在此紧随其后 强哥随机赶往酒店 发现嫌疑人正是小美 两人正在对峙的时候 另外一名警员来抱 在楼梯间 也发现了一具尸体 而死者正是强哥的小弟阿明 在怒火的加持之下 强哥将小美带回了警局审问 不管小美怎么解释 他都固执的认为 小美是用性关系 骗取大额保险订单 又用特殊手段 将受益人协误改成自己 以赚取大额的保险费 他告诉警方 凶手很可能就是阿珍 因为他撬走的客户 都是阿珍的老客户 而对方却不管不顾 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做事风格 所以阿珍一定跟这些案子有关 而此刻的强哥 根本不信小美的鬼话 只认为对方 是在强行洗清自己的罪行 然后往阿珍身上甩锅 小美远去的苦楚涌上心头 他意识到自己的解释没有用 甚至怀疑对方 是串通好了来污蔑自己 情急之下 他一把抢过警察的手枪 用死亡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强哥此事陷入了迷茫 假如小美是杀人凶手 为何用死自证清白呢 随即想到小美临死前的猜测 立刻来到阿珍家里 却发现这里早就人去楼空 越发觉得这件事一点重重 此时房门门锁紧急转动 原来是保家一来访 强哥从对方口中得知 阿珍已经去了外地旅游 晚上强哥独自来到酒吧买醉 突然想起昨晚看电影的场景 自从喝了阿珍的可乐之后 就陷入了昏迷 直到电影结束 自己才被阿珍悠悠寒醒 那么阿珍是不是在这个时间 作案的呢 想到这里 强哥设定好手表时间 开始模仿对方行踪 很快证明 阿珍的时间是充裕的 完全可以在昏睡的时间里 赶到受害者酒店 首先阿珍趁着小美洗澡的时候 拿出领带 悄悄的将男人勒死 随后给小美用迷咬迷晕 并注射蛇毒血清 以此来伪装 对方体内有蛇毒的症状 而小弟阿明的死则很无辜 阿珍做完这一切 正准备回去的时候 却被阿明当场撞见 并尾随到楼套口 阿珍害怕事情暴露 只能残忍的将其杀害 强哥又在酒店房间的地板上 发现注册器上的一个部件 这更坐实了自己的想法 而强哥也将上次阿珍包扎伤口 用到的纱布交由法医化验 只见红色的血液迅速变蓝 强哥明白了这一切 立即带着警员来到阿珍家里搜查 果然在房间里 找到所有受害者身份证的铁盒 现在证据确凿 也证明小美含冤而死 而强哥却死活都找不到阿珍的踪迹 只能向国际刑警发出通缉链 而此时的阿珍早已逃到台湾 寻求容颜不劳的解决办法 却被院长告知 蛇血清实验失败 而他为了自己身体 只能留在当地接受治疗 半年之后 强哥才接到从台湾传来的消息 便火速赶往目的地 他终于知道 发生在阿珍身上的所有事情 原来他为了让自己拥抱青春 一直在注射蛇血清 但是后来实验失败 而患者的身体 却和血清发生了化学反应 毒素一直在破坏患者的中枢神经 所以行为和习惯 会逐渐向蛇靠近 而阿珍为了延缓便衣的速度 只能不断地吸食人的骨髓 就这样 阿珍靠着血清带来的美丽 一边卖着保险 一边夹害客户 以此缓解蛇血清的副作用 强哥来到病房 眼前这个女人 不再是那个皮肤娇嫩 身姿性感的阿珍 而是一个怪物 满脸褶皱 头发蓬乱 皮肤也蜕变成了蛇皮 案件结束之后 强哥回到香港 他还是喜欢去酒吧潇洒 这一天 一个漂亮女人前来搭讪 两人随即来到小仓库 没多久 却是女人浑身是解的逃了出来 原来蛇血清 会通过信息为传播 而此时的强哥 嘴角满是鲜血 俨然活成了阿珍的样子 青春之所以美好 是因为他能给当时的我一希望 也能馈赠现在的我一惆怅 而人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 无法同时拥有青春 和对青春的感受 坦然的接受青春的逝去 会让这段美好的记忆 化作勇气 让当下活得更加精彩 没有也能稳辞